相较于其他恶性疾病短时间而致命 高血压对人体的公式似乎反合许多 所以也容易被忽略 调查发现20到39岁的年轻上班族中 血压异常高达6成出现高血压年轻化现象 高血压如果没有适当控制 将导致重大器官的损伤 包括脑中风、心脏病、肾衰竭和眼睛病变等 甚至造成死亡 虽然台湾每5人就有一人高血压 但知道自己罹患高血压并进行控制的人却相对偏低 高血压的饮食我们比较强调 一个人他成年人大概一天是1.5公克的盐就够了 可是国民营养的调查却发现 每天会吃到假设常常是外食的 会吃到差不多10到15公克 那这个是远超过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盐的部分 所以肾脏功能OK 那当然吃下去它是排掉的 可是肾脏功能如果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健全的话 很可能就会有囤积 然后不容易排出去而产生的一个叫水肿的现象 那因此我们会很建议就是说 假设常常外食的 在血压比较高的这些朋友们 就会建议说买回来的最适自助餐吧 那就可以用高温的这个水去把它清洗过 这样无形中会降低油跟水的含量 这个我想在高血压的病人是非常的建议说 不要超过一天三公克的盐 中菜多用盐酱油味精调味容易吃到过多的钠 如果活动量少 难以靠流汗代谢 那积存在体内增加血液量 心脏和动脉就必须花更多力气工作 造成血压上升 多吃新鲜食物 少吃加工品 加工食品为求保存和风味 味精 盐分偏高 包括冷冻食品 罐装食品 香肠 腊肉 素食汤 豆腐乳 酱菜和蜜饯等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